而且我记得老师在这个影片当中有提到 如果你是一个读书读得很慢的人 像很多的学生 现在国中生 高中生 就是面临这个升学的考试 每天总是觉得为什么书都读不完 那如果你是一个每天书都读不完的人的话 你可以来练习使用这个心智图法 那你就不用一遍又一遍的再回去读你书中的内容 那要考试的前夕 喵一眼 没有啦就看一下 不是喵一眼 看一下这个心智图就可以抓住重点 对不对 没错 因为我们的课文一般都是密密麻麻的语句 那么心智图呢 它上面只有关键字或词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我以历史科来讲 高中的历史科 它可能一节 一个章的一个节 大概就会有五六百个字 那我画成心智图一般来说 不会超过一百个字 也就是没有画心智图的人 他要看我的五倍的文字量 当然他复习速度就慢 也就是说他读一遍的时间 会是我的五倍 那我可以复习很多次 但他可能只能复习一次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 在学习上我们的会 应该说我的记忆力 因为透过多复习的方式 当然记忆量就会提升 另外一个部分是 你一定会发现 看书是越看越轻松 因为别人每一次都是看五百多个字 但我每一次都只要看不到一百个字 所以这个也就是每一次 可能有一些重要的考试之前 出版社呢 也会很贴心的推出相关的书籍 就是告诉大家 很多的做笔记的方法 或者是什么笔记术啊 这种书都会热卖 因为大家都很想知道 北英女的学生怎么做笔记 建宗的学生怎么做笔记 怎么样考上台大一学系 大家都觉得这个整理资料的过程 或者是方式诀窍 是能够让你可以比较有系统的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去吸收 这么大量阅读量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新制图也是一个很好的 做笔记的方法吗 没错 像日本有一本漫画叫做 东大特训班 它里面就有提到说 用新制图的方式 来协助故事里面的这一群高中生 用半年的时间考上东京帝国大学 哇 所以那么聪明都还要 那么仔细认真的写笔记吗 对 我觉得这就是很多台湾家长 或是学生自己的迷思 他们会觉得说 那些聪明的人啊 念书时间都很少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念书时间很长 他们才有这么好的结果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会看不到 他背后的那个努力 会觉得说他念书好像很轻松 我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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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认识